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上期视频结尾的时候呢 我在这个游戏里面是玩的 真的是被虐出心灵影了 然后后来视频结束之后呢 我又花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把这只大象给抓到手了 抓到手了以后呢 又把这个大象的鞍做了出来 那接下来我总算是有一个强有力的这个助手了 那上次的话呢 我是骑着我的那个泰克机械剑龙出去打boss了 然后后来被boss一击秒杀了几百万起的剑龙 那今天我不准这么做了 我现在是拥有一只普罗米修斯里面的龙 实力呢虽然不算强 但是绝对不会被秒杀了 那今天我就准备骑着这个龙出去再次去冒一下险 但是我再也不会作死了 好 我已经try了 这边是抓成功了一只这个叫 机械的这个南方巨兽 这个机械南巨还是非常厉害的 虽然属性我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实力应该是跟我的这只什么 这前面有一只骨架南巨 这个我现在面前的这只机械南巨跟骨架南巨 好像完全不是一个品界 我先骑到我的龙身上 完蛋 我看他们俩到底谁更强一点 这个野生的南巨 好像打不过这个被我抓成功的这只南巨 哦不对 这家伙皇室群体伤害 我离这么远居然都可以咬到我 然后的话刚才那只好像不是南巨 好像是一只骨架大王龙 骨架大王龙肯定不是这个鸡血南巨的对手 所以说肯定是我的这个南巨更厉害一点 刚才他已经是被杀掉了 OK那我下来只要按一下这个传送器 就可以把我这个南巨给传回家了 毕竟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地方就好 把这南巨传回去吧 哦 看来没有那么容易回家呢 那我就站到他的脚底下 好 开启一个传送阵 兄弟你快回家吧 这个地方不适合你待 过一会儿 就你要在这边待久了 很容易被干死 好 他已经被我送回家了 然后这前面这只 是我不能惹的一只龙啊 这个家伙好像是 boss级别的生物之一啊 这只大象实力好像 比咱们上次遇到的那个叫 那个叫什么来着 阿修罗还要强啊 这家伙的实力真的 应该应该很猛 我来看一下啊 这边怎么有一只狮救 诶狮救 这很棒啊兄弟 我这光过着看龙了 我都没有注意尸救啊 光过着看大象了啊 这个尸救的话 要是抓成功了 那我就牛逼了 这个尸救可以在天上飞 我总是有飞行的宠物了 然后我现在只要在这个大象的背上 一直攻击他就好 上次呢 只要被他摸到啊 就会死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我骑在大象上 他攻击的目标是大象 而不是我 所以说暂时 我是不会受到伤害的 我骑在大象上 大象个都实在太大了 就不好捅他 这大象个都太大 这个毛捅不到啊 不过没有关系啊 我除了有一只这个毒毛之外 还有这个毒枪 哪一 我明明是预判了的 打他的 这怎么 打不到 我靠兄弟 我 怎么打都打不到 他不行 我我我我受不了了 我这个人脾气非常不好 我脾气非常不好 你知道吧 你来责我兄弟 你怕不是找错了人 我可是一个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一个从来不吹牛逼的男人 好吧 我今天就把你 按死在这个地方 你这个小小小鼻子 你好烦啊 哎呀 虽然说这样爆出口 很没有礼貌 但是 你真的很烦 我这个大鼻子甩死你 哎 就以块头来论论论的话 我绝对是 爸爸级别的啊 我比他大多了 你这个小老弟 你还想打赢我 我今天 感觉打他还挺吃力啊 不过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给自己点一点等级 我就先白挨一会儿做好吧 哎 我现在是有80万血 他才打我5万血左右 我把攻击力全点上 我还打不过你 一下子攻击有4万多 搞不死你一只小狮子 我记得这个小狮子血量好像不是特别高 哎 但是咱们今天 目的宝贝是为了训他吗 哦 他被我杀掉了 64G 家伙还是很硬的 然后 既然这个家伙搞不定 咱们去搞这只 这只我觉得可以啊 这个角度我觉得应该很容易捅到他 哎 捅 这下没捅到 这龙怎么这么难缠呢 你给我跪下 这次怎么打不到他呢 哦 哎 老铁老铁 你给我转圈圈 好 打到了他一枪 啊 这个 干这个龙非常的难呢 因为这个家伙太灵活了 OK 两枪 把他放倒了 打这个龙 看来只需要两枪就可以搞定了 不是特别的难 那我接下来先把周围的龙清除一下 哎 以防这个我在驯龙的时候啊 这周围的龙来捣乱 万一到时候被他们给杀掉就不好了 哦 这没想到这些假龙啊 这些地上长着刺的这些假龙也是普罗米秀斯里面的龙 接下来我是要用普罗米里面的肉喂他 但是我身上没有普罗米里面的肉了 然后想要得到普罗米里面的肉 首先我要得到大腿肉 得到大腿肉的话呢 我要杀这些比较大的龙 哎 我这个猛马象的块头跟普通猛马象比起来真的大了好多啊 大了得有足足五倍鱿鱼吧 哎 好 得到了这个优质生肉 但是这优质生肉掉的也太少了吧 只有五块 五块优质生肉还不能给掉一个呢 还不能给做出来一个那个普罗米里面的肉啊 这个鼠词有点不太好搞 咱们再去杀几则大块头 杀龙必要得杀大块头 我觉得这个机械男具应该不是我的对手啊 看他的属性吧 毕竟他又不是boss级别的生物 不可能打不赢他的对吧 哎 打不赢咱就白给就完事了 哦 八十多万 有点厉害 不过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哎呦 他怎么顶着我走 我不能不能还手了 这家伙好强 哇那这家伙真的好强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你你就算你就算攻击力强 但是你肯定会晕的对吧 你肯定会晕 我先把你捅晕再说 哎 你给我晕 给我晕 给我晕 晕了是吧 还没晕 哇 哇兄弟 你是一只不能晕的龙吗 难不成 我 这你妈 这就很尴尬了 这家伙 你不要再顶我了好玩 这家伙好像移动速度特别快啊 我跑不掉了 完蛋 这下完蛋 还真就白给了呗 我我我我我 我了 大哥 我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自己 逃过一劫 有没有 what the 这也太尴尬了吧 这就这么死了兄弟 你这才太让人难受了 吓我一跳 我看这大块头 我还以为怎么回事呢 我还以为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龙 能跟上来的呢 没没想到啊 没想到 没想到这个 竟然是 啊 竟然是我自己之前抓的那一只啊 说到骨架 啊 就说到机械男具 这不是骨架男具 老容易叫成骨架男具 说到机械男具啊 就我 我自己也有一只啊 咱们就骑着这只同样的 就回去报仇 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这个家伙身上 他竟然还带着一些能量元素啊 能量元素 这可是好东西啊 要知道我可早就从那个叫 方舟里面啊 传送了几件高科技的泰克装备 那有了这两个能量元素 就可以让我 其实泰克装备 在天上飞一飞了 咱们接下来把自己身上最牛逼的一身套装给取出来 虽然这身衣服很可能会被打烂 但是没有关系 咱们把它穿上吧 毕竟好看嘛 然后有了点泰克能量元素之后啊 我也是可以在天上飞一飞了 然后当然这个泰克能量元素用的非常快啊 这个电池飞不了多会儿 接下来我把这个男具的等级点一点吧 把他的血量给他往上点一点 天上200万我觉得肯定是可以了 不用200万了 180万 然后接下来要给他点一点他的那个攻击 如果他攻击不够高的话 肯定是打不过别人的 这只龙可是一只战斗性恐龙 咱们不能光给他点血量 黄兽没有什么用 咱要当一只非常牛逼非常灵活的刺客 不能当一只坦克 好了这个安安做好了 其实这个安安跟普通的安安做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没什么多少难度啊 咱们既然做好了安之后 咱们要测一下这个家伙的攻击力了 哇这个家伙有点强啊 他攻击起来比刚才咱们那个猛马像要强了得有五倍啊 猛马像打半天都被那个拿死的龙啊 他一口就能秒杀了 果然还是这种战斗性的恐龙更靠谱一点 猛马像虽然快多大 但是就是一个废柴罢了 一点都不强 非常的不给力 哇这家伙的等级已经是升到满了是吗 这还没点几下呢 就已经升满了 不过这只龙呢 这个也算是一只 周围的这个王者了 暂时这一块的地方没有人能惹得起他了 就算咱们到雪山那块区域啊 大部分的龙还是打不过我的 好这样来咱们把这周围的巨体全部都给干掉 干掉之后的话 我的生肉就应该做很多的普罗里面的肉了 现在都已经有三百多块了 哇 这个龙这么牛逼的吗 他好像可以自动加工 自动做哎 你看 只要他身上有这个生肉啊 他就可以自动把它加工成普罗里面的肉 十个生肉可以加工成一个 诶这边有一只巨马 然后这里还有一只这个叫什么来着 我看一下这个龙的名字啊 这个龙我非常喜欢 哦这个应该叫重爪龙 当年我在刚开始接触方舟这款游戏的时候 就特别喜欢重爪龙 重爪龙是一个在陆地上挺强的一只龙 在 what the fuck 这这不是马黄水质吗 这不是 这水质这也太大一只了吧 好恶心啊 这个水质那一条水质 这应该有人这么长了吧 我不知道各位刚才能不能看到那个水质的个头啊 应该都有两米长 太吓人了 好 那现在我已经得到了很多 普罗米里面的肉啊 然后我接下来是可以去雪山底下 去训一下那只尸旧了 嗯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我才刚来到这里 怎么就掉下来了 what the fuck 我才注意到我的大象竟然还没有死 我刚来到这个地方 我的大象就死掉了 而且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 就 我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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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打得赢他呢 应该可以的 加油加油 我的龙在打他的时候伤害被消了看到没有 本来我的龙攻击一下大概有十一万左右 现在打一下只有三万四 然后呢这个 这个叫机械男具要比他的块头大了很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突然想起了音乐 什么意思 打败了打败了打败了 nice 估计是刚才这个家伙放电啊 然后把我给攻击下来了 我刚刚来到这个地方就就被就被打下来了 哦 掉了很多的能量元素 哎 没想到打这些boss还会给掉能量元素 你懂得你这个鱼暴龙你在搞什么 搞什么事情啊 给我死 希望我咬死了 哇 我连鱼 这个叫 这个叫 尸臼一起给咬死了 不光咬死是鱼暴龙啊 而且把这个尸臼也给咬死了 这也太太可恶了吧 哎 不过没有多少关系啊 咱们接下来还是可以再去抓一只尸臼的 我的只小 机械男具还是非常给力的 就连那种大块头都能打得赢啊 哎 这边竟然还有一只 这一只是哪来的 打败 我我我我 那只熊是不是看上我了 哇吓死我了 我刚才看那个熊的表情 你问他要来打我了呢 给我吓死了 这个熊好像是一个非常强的一只boss啊 他在boss中可以排的上是前三了吧 是一只特别猛的一只龙啊 不是我现在能够打的 那这边怎么还有一只大金刚 大金刚被我一口给干掉了 哼 这大金刚果然不是男具的对手啊 男具在这个游戏里面属于这个食物链的顶端了啊 在霸王龙之上的实力啊 而且一只男具啊 是可以敌得过十只霸王龙以上的 十只以上的大王龙打不过一只男具 所以说这个男具的实力还是非常变态的 好 这个死神给我撕起来了 他们还是撕赢了 死神还是挺猛的 刚才那个我打的呢 是死神 是一只变异生物啊 是来自于别的地图里面的一只怪物 然后由于我加入普罗米修斯的模组 所以说这只死神在这个雪山这个地方也会刷新 不过他并不是我的对手 哎这边竟然有一只 戴着个帽子的这只龙啊 这个龙叫什么来着 我想一想 他是帕格纳西亚里面的一只龙啊 帕格纳西亚是我上次路过的一个模组 帕格纳西亚里面的龙也是很强的 只不过在普罗米修斯里面的龙面前啊 都是小弱鸡了啊 完全不是对手 之前有观众提议说 让我把帕格纳西亚里面那个龙再加进来 把那个模组加进来啊 后来我就考虑了一下 还是把那个模组加进来了 为了让大家展示一下 帕格纳西亚里面的龙在普罗米修斯里面的龙面前 有多么的不堪一击 普罗米里面的这个龙实力非常的强悍 随便拿一只男具你们就看到了吧 这个攻击就非常的猛 反正呢 如果我要在这个地图里面遇到八大神兽啊 看过这个上一系的观众都知道 帕格纳西亚里面有八大神兽 那八大神兽的实力每一个都很惊人 当然现在我遇到八大神兽完全就是 可以吊着他打啊 因为那个帕格纳西亚里面的龙以前是很牛逼啊 但是现在 扎了新的模组啊 他们完全就不是对手了 帕格纳西亚的话只能说是在这个模组面前就是个弟弟 这个里面的龙呢更强悍一点 前面又有boss啊 咱们去boss面前看一看 虽然我现在不敢惹boss啊 但是走过去看一看还是可以的 毕竟他们也不可能这么不讲理啊 直接上来就捶我对吧 哎老哥你好 哎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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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果然没有这么不讲理吗 boss就是boss啊 根本看不上我 我走到面前过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 还是很 很好的 这个作者幸会没有把这些boss做得特别残暴啊 说什么你这个靠近他的时候 他就会主动攻击你什么的 这种事情还是没有的 这个作者看来还是比较亲近人意的 没有把这些boss的设计呢 太凶残啊 要是把boss调成主动攻击 那就真的受不了了 那就没法玩了 难度简直就是 没法没法刚 这个小石旧你到底在搞个锤子你 要围着我转圈圈是吧 来 ID魔力转圈圈 我这个哥哥手实有点 有点有点非主流 兄弟你不能跑啊 我都射了你三枪了 我这个子弹可是很宝贵的兄弟 这个跟一般的麻醉弹不一样啊 这个麻醉弹非常的昂贵啊 这一颗麻醉弹能打出4万的眩晕度 你就这么跑啦 我靠 我这子弹可是很宝贵的啊 就这么浪费了我这么几颗子弹就跑掉了 混蛋东西 今天看来想抓它是有点难了 嗯我觉得还是靠龙的眩晕来抓龙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要是单靠我的这个枪来抓龙会很费劲很吃力 那想要让我的龙变成那个毒龙毒属性的龙 看来我还是需要再去研究一下这个模组 然后把这个龙的属性转为毒属性 转为毒属性之后呢 我只要在攻击就能把龙千里绝对给毒晕了 这边又来了一只死神 死神的实力呢在南方巨兽之下 所以它并不是我的对手 南方巨兽的话在这个游戏里面本来就是熟练的顶端 只不过呢我是机转巧合下啊 得到了一只这个龙 这个龙的话跟刚才咱们打的那只机械男具不一样 就是刚才 刚才那只的话是没有眩晕度的 这只是有眩晕度的 然后之前我捅了它几下把它给捅晕掉了 这边又来一只跟我一样的 这个机械男具 这个机械男具跟我的块头一样大 是跟我同一品界的 同一个品种的 看来果然不是我的对手 等级别我高 再加上我这个嘉养的龙属性点的比较多 它们打不够我 这边怎么有这么多只小熊啊 这些小熊还是挺猛的 虽然说这些熊在我面前显得很小 但是我一旦从龙背上下来 它们在我面前就显得像个大哥 大块头了 毕竟 这些熊在男具面前肯定小 在人类面前那就真的就大了一匹 这个熊在我面前显得真的像一个 像一个就是小小老鼠一样的 有没有那种感觉 真的是小老鼠 小老鼠小老鼠小老鼠 好 我接下来看看还有没有熊的尸体了 熊的尸体一个都不剩了 这个死干净了 一个都不剩了 难过 好 骑到我的龙背上去 在这个地方探险一定要遵守法则 不能去惹那些打不过的 也不能去惹那些完全不能打的 也不能惹那些特别强的 反正就都不能惹 反正就在这个片地方你就欺负欺负小朋友 什么时候实际上来的去打别人 哎 这边有一只这个叫大金刚 这只大金刚我觉得我可以去搞一下 这个大金刚我觉得我应该很好抓 好 这边遇到了一个小野人 小野人直接把它干掉 好这个大金刚果然是过来捶我了 非常犯贱的一个东西啊 你这个东西真的犯贱啊 我都没有打你 你就让开始打我了 好 首先咱不管它的眩晕值有多少 直接 What 你在搞什么 开什么玩笑啊 我明明都没有从龙背上下来 你是怎么打到我的 你开外话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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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龙 你 你他也太过分了 不要脸啊 你这都能把我干死 这 这 我 我在龙背上 有个锤子用 我在想 这这这 过分了啊 我这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我刚才死的一个地方啊 估计会非常的难 哎 等一下 我才注意到我家周围又刷新出了一只普罗咪里面的龙 我这 我那只机械男具 肯定是不用担心 他 他那片地方基本上没有人能打得过他 除了boss 那咱们暂时先不用担心那只龙了 毕竟我的装备也都没有掉在哪 我加了死亡不掉落模组 首先我要看一下我家周围刷新出了这只犀牛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然后咱们拿一下这个普罗咪里面的这个望远镜看一下他 他确认只有17000 血量的话出出血量是33000 是一只比较肉的一只龙 我可以把他训练之后让他在家帮我看家 好 一毛 直接晕 非常简单 这个家伙肯定是普罗咪里面的龙了 应该是一只非常肉鸡的一只存在 不过想要抓他 首先我要普罗咪里面的肉 普罗咪里面的肉我一个都没有带 这个就很尴尬了 加了还要去搞材料 OK食物已经做好了 暂停了会儿视频 自己去搞了一下材料 这个龙的话其实抓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 只要把这个肉塞进去 并且等他的这个饥饿度下来就可以了 不过想要等他的饥饿度下来 也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情 所以说我在这边做了一些药剂 这个药剂也是比较好做的 做出这个药剂之后 只要让他吃掉 他的这个食物度就降为零了 降为零之后 他只要吃下这块肉 就可以驯服成功了 不过这个龙好像有点问题 他难道不是普罗咪里面的龙 是帕格纳夏里面的龙 帕格纳夏里面的龙 好像是普通的肉 他就可以吃了 怎么换你去啊 这家伙好像 犀牛难不成是吃素的 还真有可能啊 果然 这家伙还真是吃素的 犀牛这吃素的 不过我是长剑士了 我的天哪 犀牛居然吃素 第一次听说犀牛吃素 刚才放肉放进去没有反应 那肯定吃的是素 等会儿 肉怎么少了一个 对我刚才自己强位的 然后我说怎么少了一个 好 那今天也算是成功抓了一只 属于自己的龙 虽然狮就到现在都没有抓到啊 我像个废物一样 一直抓没有抓到 但是 下次我觉得应该可以很轻松的搞到手了 这个屎就主要是今天 想尝试着去抓一下 没有去费太多的心思 毕竟咱们现在有了一个比屎又更强的龙啊 战斗性恐龙 有了一只鸡血男具 反正接下来的话呢 是前期不用怕 就普通的生物了 OK 那今天这些视频的话呢 当然记住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下我的视频空间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各位 拜拜 拜拜